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大华业务缩减 你是负责资金核算的 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这 老长啊 你是大华的老人了 也跟着我几十年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肯干的好人 这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外人 我看你就像兄弟一样 要不我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财务事 全都交给你 我信任你 其实大华的财政情况 你不说我心里也有数 我只是想要知道知道 现在具体到了什么地步 董事长 这么多年来 您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老张 这本是你的家事 我这当外人的 本不该说什么的 既然董事长这么看重我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好讲 好 好 董事长 二少爷 挪用了这么大一笔钱 现在还没还哪 这个事情你告诉浩然了吗 他是主管资金的 一发现我就跟大少爷讲了 可是他只说他知道了 他会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叫我不要管 你也知道我一个当外人的 既然大少爷都发话了 我实在不方便插手啊 难为你了 那后来 后来这浩然又做了些什么没有啊 没有了 好像找二少爷谈过一次话 可是您被抓之后 大少爷就一直忙着营救您 就不再管这事了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今天您来问我 这件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没有 大少爷不让我对任何人说 尤其是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您 好 我现在也知道了 那我就拜托你 这个事情不要再跟别人讲 对浩然浩天 也不要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好的 董事长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妈 我听说陆伯伯今天被日本人给放出来了 是啊 哎呀 我呀 总算对陆先生有所交代 真是 如释重负啊 那 他身体怎么样啊 一切正常 就是瘦了一点 妈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他吧 不着急 人家刚刚出来 总得休息休息吧 虽然没有受刑 毕竟年纪大了 得调养调养 对了 你怎么最近没跟浩天在一块啊 又吵架了 哎呦 不是我说你啊 你年纪不小了 我们跟陆家 可是门当户对哦 妈 妈 你看你 又来了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了 再说了 我要嫁 我也得嫁给我喜欢的 陆浩天 人品太差 我告诉你啊 那件事情浩天跟我解释了 这个男人嘛 在外面做事 场面上的事情是难免的 你别总是一针对一线的 反正别人怎么样我是管不着 我就是不能接受这种人 我觉得你跟浩天 真的挺像一对的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好像怕我嫁不出去似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妈 我就是说这种事得看缘分对吧 对 是得靠缘分 月老不拴住这条红线哪 再努力也没有用 所以妈 你这事你就别操心了行不 是啊 我想操心也操心不上了 好 陈仲 欢迎欢迎欢迎 臭小子 小马同志 陈仲 浩人 怎么样 陈仲 按摩 欢迎你归队 谢谢谢谢 陈老大 你可是福大命大呀 我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说什么呢 不过你得跟我说句实话 好利索没有 好了 现在特别结实 真的啊 当然了 怎么 你不信 我信 我想知道这臭小子骗我 你也使太大劲了你 疼死我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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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坐下聊 对对对 坐下聊 坐坐坐 来 坐 安保 坐坐 老家来店 我们现在有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俊杰 把东西给他们看看 好 来 二位留个洋的 看看 有什么不同 这怎么了 不就是两张法币吗 这不就是两张新法币吗 我是让人俩看一看 这两张法币有什么不同 这有什么不同啊 这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嘛 等等等等 我看出问题来了 看出什么了 这两张法币的问题就是 太一模一样了 你仔细看看 连这上面的号码都一样 我明白了 这说明这里面有一张是假币 对 重庆方面给上海中统站的指示是 要彻底查出 这个假币刁板的藏匿地点 并且彻底销毁 我已经把情况汇报给老家了 老家已传来了新的指示 为了彻底粉碎日本鬼子 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保护法币在国际市场的汇率 鉴于目前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 组织上原则同意 我们对重庆方面 采取行动的配合 这就是老家布置给我们 第十七勘探队的新任务 你看一看 这两张法币有什么问题吗 抱歉 属下余对 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是一张真法币 一张假法币 你看看有什么区别吗 抱歉 学生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大日本帝国 灯户研究所 今年来研究的成果 灯户研究所 没听说过 这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高机密之一 是由东条英籍首相 亲自下令实施的 即便是在内部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刚刚从德川先生那里知道 这一项计划 就是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违法币 破坏 破坏蒋真实的法币制度 干扰他们国内的经济 从而彻底摧毁 澄清政府的抗日决心 那不是因为你有特殊的使命在身 你不会知道这项计划 学生十分荣幸 多谢老师信任 沙山局呢 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 将要在他们内部大量地印刷 具体印刷工作 由上海的秘密组织 山机关来具体执行 行动代号 山计划 你的任务 不惜任何代价 确保法币碉板的安全 学生 明白 这次的任务 比我们以往所面临的任务 都要艰难 根据老家发来的消息 抗战刚开始 东条英基 曾经秘密布置实施了一个代号 为山计划的行动 就是通过印制违法币 扰乱中国的市场汇率 从而摧毁中国的经济 现在伪钞研制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 而且在华北地区开始失用 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日本人下一步的计划就是 把印制违法币的地点设在上海 从而彻底摧毁上海的金融市场 小鬼子的阴损毒招 真是层出不穷啊 的确是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 要彻底摧毁敌人的山计划 可是怎么摧毁 我们连印刷厂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 老家发了消息 近期日本人会把伪钞碉板 秘密从华北运往上海 我们的任务就是 拿到那块碉板 这还不简单吗 我们就中途把他给截了不就行了吗 没那么容易 这回小鬼子一定是重兵把守 老家那边指示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 会侧应我们的行动 安部 我请站 那不行 你的伤还没有好 汇出危险 这次具体的行动 就由俊杰同志负责 在日本进入上海的必经之路 打他一个伏击站 谁让你开的门 谁让你开的门哪 谁 我看你是听不懂中国话是吧 是董事长让我开的门 董事长 谁是董事长 我才是董事长 颜秘书 你先下去吧 父亲 您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您来应该事先通知我一声 我好去接您哪 不必了 这笔账是怎么回事 父亲 父亲 你饶了我吧 我一时惨迷心窍 我本来想挣一笔快钱 可是我没想到我让人给骗了 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害怕您生气 万一告诉您 您气出个好歹来 那时候我最后可就更大了 父亲 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 就几天 我一定把钱挣回来 再给我几天时间 这笔钱要是能够追回来呢 当人最好 追不回来 那就算了吧 这笔钱要是能够追回来呢 当人最好 追不回来 那就算了吧 这笔钱要是能够追回来呢 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问题 都要告诉家人 都要和家里人讲 我明白了父亲 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告诉秦姨 告诉哥哥 这就对了嘛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家人的同心家庭的和睦 那是最重要的 老毛 你们家先生能这么快被放出来 我可是费了不少力啊 你欠我个人情啊 行了 麻切 你也不要在这儿邀功了 我先生这次是怎么被放出来的 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在中间做了多少工作 也都清楚 我今天找你来 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也跟我先生这次被抓有关 我想请你到那边去彻底查一下 那份伪造的文件 是怎么落到他们手里的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犯不着关吧 这既是家事 也是国事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先生出事 上海商界一定会有大震动 到时候 事态可就不好控制了 行 日本人那里我去打听 我就是要你 尽快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好 我明白 过来啦 过来啦 快上 上头了 别让他们够跑啦 有事啊 队长 我们中埋伏了 大别鬼子已经赶出来了 撤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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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对面 去对面 推 快去 先撤吧 这里交给我 不要去对了 好 二少爷 我听说董事长已经知道了 我们挪用那笔管子的事了 对啊 她已经找过我了 董事长怎么说呀 阴隐未见 既往不就呗 完了 老肖啊 你是不了解 到了我父亲这个年龄 对钱看得很淡 把家庭和睦才看得是最重要的 别说这点钱 就算把整个大花压上 也无所谓 不过二少爷 这董事长 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呢 还能怎么知道 八成是浩然告密吧 大少爷 大少爷不是说 他不会向老爷告密吗 我本来也没想到 他会向老爷告密 可是没想到 这小子背后跟我玩一音的 捅了我一刀 好在父亲这次宽宏大量 要不然呢 我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这大少爷这么干 这明摆着是要跟你争这个大花呀 老师 此次的战斗 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上海父亲的游击队 基本上被我们消灭 很好 这次行动非常成功 我一定上报派遣军总司令部 给你嘉奖 得谢老师 山山君 走 山山君 刁板的运输情况怎么样 刁板已经派专人秘密乘火车 送到了上海 好 那山机关的人取得刁板了吗 已经拿到了 现在已经放到正经银行的金库中了 就等着印刷机器装好 就可以复此印刷了 很好啊 山山君 这次行动 得功劳打大地 只是属下的荣幸 学生实在佩服老师的礼带桃将之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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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计谋 我和你呀 都是这个计谋的执行者 这个计策的真正策划者 是德川先生 我一打开箱子 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 我就知道中计了 等我反应过来 小鬼子已经打过来了 实在是没办法 我们就先撤了 游击队短得后 他们伤亡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 鬼子是有备而来 死伤了不少动静 小鬼子这次怎么变聪明了 不是日本人变聪明了 而是我们太心急了 日本人摸清了我们要得到 伪超雕板的急切心理 故意设圈套让我们钻 是我们太大意了 现在我们最大的危机 其实就是伪超雕板没有拿到 现在时间不多了 一旦日本人 继续用这种伪超雕板 印刷伪超 我们的经济就完了 豪然同志说得对 根据我们的情况分析 伪超雕板很可能 已经进入了上海 如果我们再不动手 恐怕就完了 现在时间紧迫呀 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 重要的人啊 谁 英国德纳楼印钞公司的 乔治啊 在德纳楼公司 他可是法币制造的 主要负责人 他的货币知识 比我们任何人都丰富 我们可以向他请教啊 对啊 他肯定知道如何毁掉雕板 昊然同志啊 就派你去找乔治 听听他的意见 沙山君 对于郑金银行的保护 我们宪兵队不便触动 大批的宪兵去保护 要不然 郑英验了中国的那句俗话 此地五银三百两 沙山君 你有什么保护的计划 学生想派安中夏 带领巡部房的人 增加安保即可 上次 敦川君 让你去调查他 情况怎么样 安中夏 绝对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上次 在抓捕埃尔神父的时候 他表现积极 而且 还救了我一命 哦 原来是这样 好 那你 安排他去秘密保护 记住 这说保护 政绩银行的事情 别的事情 不要去说 是 属下明白 到底怎么样 真的很难办 为什么 我看了 这个是阵筹 你的意思是 这钞票是真的 怎么可能呢 国民政府的发币印刷 是由英国和美国两家公司 具体负责 然后交由四大银行进行发行 BBC电视台报道过 香港沦陷的时候 交通银行发行的 发币半成品和印刷机器 被日本人抢得 看来他们利用 半成品的钞票和印刷机器 制出了真正的发币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说 发币是真的 但是他们的发行量 远远大于市场所需要的 对 日本人把这些设备 弄到上海进行印刷 并就地使用这些假钞 这样一来 就可以把上海的金融市场 破坏掉 上海的金融市场 被破坏 就会使整个中国经济 受到巨大影响 那这么说 那日本人的钓板 也是真的了 是的 就算没有这个真钓板 他们也一样可以放造出来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不能让日本人继续印制假钞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办法 办法倒是有一个 但是我必须要见到一个印刷调板 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安杜茶来访 上山阁下 安杜茶 给安杜茶倒水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把这个发往军部 摇快 上山太军 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最近地下抵抗分子的活动 异常枪决 前几天在郊区 刚刚袭击了皇军的军车 这件事您知道吗 我有所耳闻 但是那都是发生在郊区 现在上海 并没有发生什么恶性事件 在上海市内 据我们估计 已经潜入了大量的抵抗分子 是吗 那阁下先让我做些什么呢 我希望你们加强保护 特别是对那些政府银行等要害部门 我明白了 安杜茶 请 郑军银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在上海最重要的银行 他们的总经理田中先生 在日本和我就是老相识了 这次请我去保护我就答应了 说实话 他们都是一些老实的商人 不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事情 只想平平安安地在中国做生意 我想那个地方就是安杜茶的管辖范围 老朋友帮助老朋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放心 我去安排 那就拜托安杜茶了 是 安妮啊 来 坐坐坐 把衣服放在那儿 喝茶 好 谢谢 你看看上次咱们见到了 也没有好好说说话 今天我是特意来找您的 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 好 你说 我想请你看一样东西 哦 这是维克多吧 对 就是他 他是我舅舅 坐着的那位是我母亲 你是维克多的外甥女 嗯 我没听她说过 你在看照片的背面 背面 这 这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啊 是 我就是因为这事来的 你应该知道 我绝绝生前 手上掌握着一笔 犹太人的券款 后来我绝绝又害了 这笔区款就没有消息了 我一直在寻找区款的线索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张照片 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我想你应该知道区款的下落 哦 我确实是认识维克多啊 他也跟我说过有这么一笔巨款 但是这件事情在上海华商界 知道的人很多 那位陈少辉陈先生他就知道 至于这笔巨款的下落 或者有什么线索 我真是不知道 可是 照片有你的名字 有我的名字不假 可是他为什么会写上去啊 你说他写上什么意思 可是 你是我现在的唯一线索 这个名字啊 可能就是他随便写上去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线索吧 不可能的 我这句用点分写的 后来我用点酒 才让他显现出来的 你这个舅舅啊 就爱故弄玄虚 我 也许他仅仅是开个玩笑 你别把他当真的 可是 安妮啊 我刚刚从监狱里边出来 身体不太好 我现在有些累了 请你先回医院吧 欢迎你有空过来坐一坐 啊 上山伯爷爷今天找我 让我暗中家派人手 保护证金银行 为什么 突然要保护证金银行呢 我估计 跟尾巢刁板有关系 嗯 从时间上算 尾巢刁板应该已经进入上海了 可是我们要 怎么才能进入证金银行 拿到刁板 怎么办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让老猫去查证这件事情 我也可以直接向他请示 咱们可以利用中统在上海的资源 为咱们办事 好 至于证金银行的平面图 就由陈冲同志负责汇制出来 以便我们采取将来的行动 这种事我擅长 交给我来办 你找过陆先生了吗 找过 他怎么说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他只知道这款的事情 但是具体的细节他应该不知 那他对照片里的名字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可能是我舅舅随便写下去 没什么意义 这样啊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才来找你帮忙 我想陆先生 可能有难言之隐啊 但是现在世界凡法西斯组织 岂需要舅舅掌管的出款呢 这个我能理解 可是对陆先生你也不能操之过急 就算他知道这个秘密 我觉得他也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呢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就像你今天也不应该把这个内容告诉我是一样的 万一不小心我们可能会掉进陷阱 我知道 但是你是我最信赖的人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我也不可能拿到这些线索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可是陆先生 他的警觉性这么高 所以你就更不能够告诉他 你把这件事告诉我了 否则的话 他会更警惕的 这个我也知道 对陆先生来说呢 你只有慢慢慢慢的去向他打听 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 欲速则不答 你懂吗 有时候我跟中国人打交道 我就觉得有点累 你总是觉得他们话里有话 而不明说 我刚回国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你别忘了 你很快就要当中国人的儿媳妇了 你跟昊然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可是等着当你们的正婚人呢 沈医院长 我 没什么 没什么 昊然 我去找你父亲了 你去找我父亲了 怎么不跟我说呢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终点了 最关键的是 你父亲根本不承认知道去关的秘密 我父亲怎么说 他说知道存在这笔钱 急于一概不知 安妮啊 你这么做太唐突了 为什么不行 巨款的事情干系重大 我父亲为人谨慎 他自然不会轻易 道出其中的秘密的 可是他怎么样才能说出事实呢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我父亲这个人很讲究信用 他肯定是答应了维可托先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他要保密 即便是你去问他 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我真的要向你们中国人投降 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个理由去解释 他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说是就说是 你怎么突然扯到中国人头上来了 难道不是吗 你们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则 这个不能说 那个得绕着说 怕这个担心那个的 也许你父亲早一点把秘密收出来 到现在这笔钱已经提出来了 很简单的事情 完全复杂化了 这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事啊 那是什么呢 这是慎重 万一这个消息要泄露出来的话 对你对他都非常危险 这个你不清楚吗 好了好了 别这样了啊 这样吧 你能不能去找你父亲 跟他说一下 让他告诉你巨款的秘密 不行 肯定不行 为什么呢 我父亲并不知道 我参与一道寻找巨款的行动当中 如果他知道了 反而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全问题 而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情 那你是说 你父亲不管怎么样的都不会消出来 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不过 都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照片上不是还有周先生的名字吗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周先生 以他为突破口 也许能够解开其中的谜底 可是周先生在哪里啊 这个周先生 既然答应了你胃口多舅舅 那他很有可能 就还留在上海 只要我们在上海仔细地找 就一定能找到他 答应员吧 现在这个尾钞雕板 已经秘密运到了上海 放在证金银行 黄妞要我们摸清 碉板放在他们银行的哪个位置 是啊 我们也刚刚接到了 从重庆方面来的消息 前不久 针对假钞雕板的袭击行动 已经彻底失败了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 不惜一切代价 要找到这个假钞雕板 并将它摧毁 让你去摸 证金银行这个底细的事情 有难度吧 应该可以 证金银行总经理的夫人 是我的牌友 如果雕板确实是放在他们银行 我想我一定有办法打听出来 您好 您好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 日元兑换美元的业务啊 先生 对不起 本银行已经停止 日元兑换美元的业务了 先生 帮帮忙好不好 您知道现在 哪里还有这种业务吗 我可以给您好处的呀 原来中国银行 是可以兑换美元的 但是现在上海 连一家中国银行都没有了 所以我想您得 私人办理这个业务 现在找私人兑换点元大头 还是可以的 但是兑换美元 这得找谁去呀 而且 我这数目可是很大的呀 如果您有需要 我想 我可以帮这个忙 您有这个门路 可以帮我兑换美元 实不相瞒 我原来是中国银行的乡礼 我想 我的手上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那我这几天就把手上的头寸调几好 然后再来找你 好处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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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这个事情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知道了 是要杀头的 好的 好的 不说 不说 你们这个银行的布局 很像中国银行的嘛 这你也看出来了 我们经理说过 这中国银行当初就是按照 日本证金银行的建设图纸建造的 咱进办 咱进办 这是你们老板 我到这儿才知道的 原来日本人干活 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啊 就拿这个好二经理来说吧 他就是不回家的 他就住在银行里 死了 淳子 真是好太太呀 每天都要亲自做饭 等昊二先生回来 我现在不用做饭 为什么呀 他最近在银行很忙 是不能回来的 有那么忙啊 他说 在银行有新的业务 所以他一直留在银行 他本身也是一个负责人 金库里只有他一个人才有钥匙 他要是不在银行 日本总部呢也不会放心 干你了 原来是这样啊 出吧 我给忘了 四条 阁下 银板已经放在了金库中 银刷机器也已经送到了上海 马上就可以开始印刷 正经银行的保卫工作怎么样啊 我们已经加排了人手 用日本的宪兵 我们用的是巡捕防那些人员 我怕用鲜别队保护 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做得很好 山气馆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很快就可以开始印刷了 此次卫朝一旦流入上海金融市场 整个上海金融市场 就会被我们所控制 阁下 这是东条首相的英伟决策 大日本帝国的梦想即将实现 记住 这次一定要确保计划成功实施 是 关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过以后我才发现 有些承诺 必须永远 感谢你陪在我身边 黑暗中让我看见 远方的光 照进了家园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听起那 听起那 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 更要变得坚强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不要绝望 听起那 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 更要变得坚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